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又回到這個省點錢啦 go up 系列啦 今天這一集我會很隨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暴力買了什麼 Sorry 不是最近 是我最近才收到一個 我已經買了三年 是超過三年的東西 為什麼會叫大家省點錢呢 就是這個意思 話說就是我現在拿著的這個 Fusion Keyboard 它叫做Mokibo Mokibo的Fusion Keyboard Mokibo是他們的 brand的名字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我又在哪裡買的呢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在2020年的時候 Kickstarter 一個cloudfunding的項目 當時呢 我的確是很欣賞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是很走得前面的 很有想法的 很有idea的 很有design的 那所以呢 作為一個很支持一些說 有想法的設計的人 二話不說地就是bag了 還要不小心bag了兩個 因為我買第一個的時候 他們突然之間說我過不了數 還是怎樣 還是撈了很久 然後又彈不到那些畫面 說成功購買的那些 我就很心急如焚地 開多另一個 Kickstarter的帳戶 再買多了一個 然後我才發現 喂大佬 大鑊了 原來我買了兩個 Anyway 買了兩個也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真是一個好的產品 就算我買多了我之後可以賣出去 就算便宜點買出去 都沒有所謂 但是結果我余試者 等完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足足等了三年 三年這件事 才會有些氣息 說會送到我們手上 當時呢 這個沒有Kickboard 它的理由就是說疫情 大陸那些廠 全部都不開 那時候它又說 會一直 那時候本身說 2021年的8月會寄出來 後期又說 要2021年的 不知道11月才寄 然後又說要去到2022年的 6月才寄 4月才寄 如是者去到2023年 今天是幾號 是5月17號 我才收到這一塊東西 這一塊到底是一個什麼呢 為什麼我會 第一個 Crowdfunding 的東西 我就買它 是它是我第一個 在Kickstarter 購買的東西 誰知道就糟糕了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 類似這樣的 Smart Cover Smart Keyboard 的保護套 我拿過上手 說真的 我是有點失望的 對它的Testure 為什麼呢 它這個保護套 跟我在淘寶買的 iPad Pro 的保護套 它的質感是1公斤的 我可以大膽一點去 去估算 它的開模 跟一間廠做的 因為它摸上手的Testure 或者你看它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連後面那個 鏡頭的孔 或粒位全部都一樣 連它披口的披法 都一模一樣 Size 也是一模一樣 包著那個Apple Pencil的 那塊掩蓋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絕對有理由 相信它是同一間廠 不過anyway都不要緊 這些保護套 這些是很閒的 那它這個東西 我當時的包包是 700多元一個 說貴不貴 說便宜不便宜 那它到底有什麼 我不會有望居的 7個幾張 某樣的Smart Cover 它是一個 Keyboard 而它是一個Keyboard 也算了 它是一個內置 有一個Track Pack Under這個Keyboard 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是集合了Smart Keyboard 同時夾合了Track Pack 二合一 在這一塊面板裡面的一個Product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 挺有前瞻性 和挺破格的設計 是有想法的設計 就是這個意思 只不過 可惜的是這個想法 要去到三年之後 才可以實現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當時買的是11吋的iPad Pro的版本 而現在的暴力已經是 買了一部12.9吋的iPad Pro 真的不是說你的產品不好 真的有時候有些東西 對不對 你都不是Expect你的客人 大哥 三年都不會換那個iPad 對不對 喂大哥 如果一個不小心 蘋果玩夠你 在你第三年的時候 出了一部完全不一樣的iPad Pro 你不便宜 喂大哥 不要啊 不要這樣玩夠我們 我們支持你 都希望你可以得到一點點 reward 你沒理由這個reward 是要三年之後才給我們的 這件事實在太誇張了 所以跟大家說 省點錢 夠了批評 現在就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你要back東西 你要玩 Kickstarter 你要玩 Crowdfunding 沒有問題的 絕對OK的 但你一定要有一個 覺悟 除了你隨時拿不到你的獎勵 你的回報之外 你也有可能不知道這個回報 是去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你才能拿得到的 如果大家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整個 Crowdfunding 的一個project 留言 個個都是無一不鬧的 個個都鬧 個個都鬧 個個都鬧的 就是我是覺得很 對於一個第一次去參加 去玩這個 Crowdfunding 的暴力來講 這個經驗絕對是 滅臭的 所以這次省點錢 夠了批評 只不過快快跟大家講 暴力 有幾滑臭 買了一個等了三年的產品 到底是有幾滑臭 三年等了三年都算了 最滑臭的就是 我現在這部iPad Pro 11吋 我都準備要放手轉讓的時候 你先記得給我手上 還要另外一個 不知何時會再到 我都發了電郵 跟她說可不可以轉12吋 也都是未回覆我的 她的電郵 永遠都是很久才會回覆的 這樣的時候 各位 省點錢 如果大家想看我這個 Full Review 關於這個 我等了三年的Fusion Keyboard 到底她值不值得大家去購買 或者如果大家在市面上 它現在流通 有得賣的時候 你值不值得購買 下面來告訴我 因為她真的 在我們Kickstarter 還沒收到等三年之久的時候 她竟然敢寫在台灣 那個不知即即 還是不知什麼 Indiegogo 類似 再開一個 Crowdfunding 所以她應該是 不過將來大家都在市面上購買得到 如果大家想看 暴力去review這個 Fusion Keyboard 請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去支持 暴力這個 省點錢 交易系列的節目 這次是完全沒有稿的 完全是我收到之後 斥起條根 開箱 和大家拍片 That's it 下集再見各位 如果大家喜歡暴力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小鈴鐺 你這樣按一按它 並且把通知set到全部呢 有新影片的發佈 或者有新的交易系列 你才會收到通知的 就是這樣 順手follow my Instagram Instagram上面 有很多不同的新產品 我想順手我的story的方式 或者views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 下集再見 下集就和大家一起交易 Bye Bye